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乙旺 这个星期生病以来呢,我已经几天没有上视频了啊 但是呢,这几天也没闲着 由于呢,可能感冒了,有鼻塞啊什么的,很难讲的话啊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最好不要拍视频 直到今天状态好了以后呢 然后呢,我觉得今天应该补一个 其实我本来打算今天也不拍了 我准备让自己攒够了这个能量啊 明天早上呢,好做直播 因为明天呢,将会讲一个关于人际关系里边非常大的一个原则 就是怎么样来,怎么样运用阴阳八卦来搞好人际关系啊 所以呢,大家明天一定要来看直播啊 大家可以从里边学到这个方法 而运用在人世间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里边 好,今天呢,我们主要讲极简啊 因为我这两天感冒了嘛 那我觉得是我的身体在抗议了 因为前段时间太拼了啊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遗忘的黑眼圈都出来了啊 然后但是呢,拼搏呢,是永远是会得到成果的 就在,嗯,今天多少号 就在昨天,我这个月的三万订阅量已经达到目标了啊 非常的感恩,感谢这个系列法则让我的梦想成真了 那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我觉得YouTube呢 真的也算是一个被动收入 因为在我没有拍视频的这一个星期之内 它还依然在帮我挣钱 依然这个订阅量还在增加 所以,我觉得真的让我很欣慰 我生病的时候,这个东西依然是在运作的 当然这个是离不开观众朋友的支持的 那在这个期间呢,首先我让自己的身体 得到充分的休息 这两天就是什么也没干 就躺着,躺着吃饱睡,睡饱吃 马上肉就回来了啊 但是我觉得是时候让自己休息一下了 因为前段时间真的是很,比较疲惫 那在这期间呢,我治疗感冒的方法呢 就是用急剪 因为前段时间忙的来呢 就没有时间再继续做急剪 而这两天正好大家闲得没事嘛 那我就处理了什么呢 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现在坐在哪里 我把我的床给挤减掉了 就是我现在呢,是没有床的 我之前是把垫子放在地上 当然我那床下面的那种木板 我放在这个垫子下方的 那这是暂时的吧 因为我一直不喜欢我的那个床架 那个床架是黑色和圆木色的 不,黑色和深木色的 我一直想要浅色系 我现在爱上浅色系,还有后面的这个墙 我迟早要把它油成白色的 就是我一直在朝着我梦想的家 在一步一步前进着 当我时间空下来了 那我就开始把我家的冰箱给清空了 我扔出去三大包 真的可以有些时候 真的冰箱里面我塞着塞着就多了 塞着塞着就过期了 所以冰箱全部清空 然后呢,今天就把床给卸了 然后呢,之后整个人就出了一身汗 哇,好舒服啊 然后就感觉人就清爽很多 我觉得,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吗 在我做,因为我感冒之后呢 我一般就是喜欢自然疗法 我喜欢的自然好 也有就是很辛苦的时候了 但是我崇尚自然疗法 我希望就是让自己的身体 得到充分的休息 然后做断舍离 因为断舍离和极简呢 让我真的是非常的舒爽 所以我就会 反正在家里闲着没事嘛 就开始收拾这个,收拾那个 然后扔东西啊,让自己就是 整个状态啊就非常好 那同样的呢 在这几天的休息当中 也让我回复到了一种思考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呢 整天就太忙了 忙到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 我这几个星期呢 做的最多就是除了断舍离极简之外呢 我还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在发展 一个物质的社会要慢慢的 这个时代要过去了 接下来将会是人们开始追求精神食粮的一个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极简和断舍离现在非常的奉行 而且大家都会非常渴望的想要去学 想要去接触这门学问 那其实这代表什么呢 它就是在暗示物质的生活和社会 马上就要过去了 可能也有的人说 哎呀一望我还没有挣到钱 我还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很高级的物质生活 我怎么可能就开始要过极简 就是那种很很朴素的生活呢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 但是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次是 极简生活不表示清淡落魄 或者是说就是生活毫无 毫无乐趣啊 不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实在物质社会里边 我们以我们的收入和我们的这个开销来说 其实我们想去买一样 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买到的 大家想一想啊 除非你真的是开不了饭那种 我们不说 但是如果你是每天不停的往家里搬东西 每天的购买东西 而且都是买一些没用的 虽然是很便宜 你可能说哎呀我很穷啊 买不起贵东西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光是你每天买那些零零散散的小东西 就那些不贵不昂贵的东西 如果你把它存起来 可能你就已经够钱买一个很昂贵 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做极简呢 我不是说提倡大家过清淡的生活 清心寡欲 而是我觉得首先大家应该学会的是 尊重物品和找到你真正喜欢什么 需要什么 然后找到自己的安全值 让自己过得真正的从 真正的过去幸福的生活 那极简主义呢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人类的一种 升级的必经之路 就是因为我们人太忙了 每天都是在忙碌的挣钱 以往今年的目标就是挣钱 但是我 之所以我要把口号喊出来 并且我也在做了 我为的就是想给大家证明的是 什么就是吸引力法则 什么叫做梦想成真 什么叫做只要你说出目标来 你就可以得到 而我就是在演示给大家看 并且我是带着大家一起在做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YouTube俱乐部呢 已经有200名成员了 大家都是在跟着以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动起来 然后呢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丰富起来 甚至开始接触网络世界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之所以有这么多人 喜欢跟以往来学YouTube初级班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起步是非常简单的 而我教给大家的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就算你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通过我教给你的东西 你依然可以把一个channel开起来 所以其实踏进这个YouTube的 这个行业里边呢 是非常简单的 我觉得唯一难的是就是坚持 我跟大家说 我说其实我 我并不是比你们多聪明多聪明 而我之所以今时今日做到这里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坚持了 所以只要你坚持了 你就一定有成果 如果你坚持比我久 你就不会比以往还厉害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在于我们 只是踏出那一步 然后勇敢的去做 没有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 就好像我自己出来做生意一样 就好像我做YouTube一样 我就给大家展现给大家看的是 我们人世间所有的事情 没有那么难 只是在于你做与不做 想做还是不想做 而且只要你想做了 你的问题就会随之而解决 上天就会给很多机会你 给很多资讯你 让你去一步一步的跨过些困难 让你的生活过好它 刚才就说一跑题了 我们刚刚讲讲极简 因为我最近实在是 一直在这用吸引力法则 然后再增加了我的订阅量 有了目标 然后确实也挣到钱了 所以这个让我很兴奋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 在这个兴奋的过程当中呢 它有时候会让我忙的 偏离了我的轨道 因为可能想着挣钱挣钱 可能就光想着挣钱去了 但是由于我生病之后呢 我在这里思考了这几天 我就想的是 其实我真正的愿望是什么呢 以往的初心是什么呢 又差点给忘记了 被钱带跑了 但是呢就是我真正的愿望是希望 教给大家怎么样让你永远的幸福快乐 变态正能量 而极简呢就可以让我们 把身边的很多多余的杂乱的信息排出在外 然后我们可以专注的思考 就在我们专注的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精神食粮 而这个精神食粮 就是你人生真正所需要的东西 很多人就说 哎呀以往我没办法成功 以往我太忙了 以往我的生活不够用 我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被这些旁边的 乱七八糟的信息给拉扯跑了 我们人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人很贪心 有很多的欲望 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身边的一些东西拉扯跑 那就算 比如说你挣钱 哎呀挣钱多还不好吗 是不是 可是可能你挣钱多的时候 你就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 然后你就可能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呢 我的愿望就是 挣钱和初心是 不要是有矛盾性的 我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一起往前走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而在我的视频里面呢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好多好多各式各样极简的方法 那我到现在呢 其实我家里面已经极简好多 但是我一直还在极简 你看我今天多大进步 我把处的床都极简掉了 但是我觉得关键一点 大家不要盲目的跟从 一定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那你很多人还没有开始 你就会想 以往我该怎么开始 最好的方法是 你在开始之前思考 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先思考 把心静下来 OK 静下来 翻一翻资料 翻一翻网站 想象一下 或者翻一翻instagram 找一下 什么样的家庭 什么样的环境 你看上去以后 会让你特别舒服 你觉得这个style 特别适合我 当你把这个东西 先设想好了 然后你再把家里的东西 一点一点的击减掉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替换掉 现在的我一样 我可能就是 直接睡地下了吗 也不一定 可能有一天 我会找到一个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床 然后把这个床垫 再用起来 所以但是我现在呢 我觉得这样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极简生活 我觉得我又更进了一步 我又终于可以过好这种极简的生活了 但是首先要声明的是 这是我真正想要的 它可以让我心情特别平静 特别有助于我思考 我特别喜欢 在这种极简的情况底下 它可以让我的思想 思想特别的集中 而不会被其他的信息所打扰 那这样的话呢 我的大脑才可以 想出很多的好的idea 来传递给大家 然后我们一起去努力 包括我们现在家庭CEO俱乐部呢 我们也是快60多人了 然后我们6月1号将要开始了 还没有付费和想要参加的朋友 赶快的报名了啊 因为这个家庭CEO俱乐部呢 将会是保持一年的时间 那这里边呢 有很多观众朋友也跟我说 以往啊 我现在已经30多 快40几岁的 有的人是孩子已经大了 有的人快50几岁了 孩子已经大了 然后呢回归家庭 很多事情呢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反而对生活变成了没有动力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家庭CEO呢 主要就是我们这帮 志同道合的人凑到一起 然后我们每天打卡 里边的东西呢 12个月12个主题 我然后我可能会有12个课程 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同时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目标 设立出来 然后每天打卡 然后看看我们一年来 我们到底能把自己 变成什么样子 而且呢 这世间的一切事情 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只要你相信 你就一定可以梦想成真 在这个群里边呢 遗忘就是带头的啊 我说过 我可能不一定比你们聪明 但是我最棒的就是带头 带着头 带大家一起啊 带领大家一起去过上 那种风风火火的 开开心心 每天都很精彩的日子 所以这就是我的长处 我很了解我自己 所以呢 在家庭CEO里边呢 我们已经非常开心的 开始热聊了啊 而且在里边 每一位都真的是 对生活是 想要去做出改变 充满热情的 那当然我们这个 家庭CEO是要收费的 我们一年的年费 是1000人民币 还没有参加的朋友 赶快来啦 为了呢 省一点我自己的个气啊 我好留着明天讲 因为明天呢 我希望明天呢 能有更多的朋友 来参加这个直播 并且呢 当场呢 可以大家可以问一些问题 关于人际关系 虽然我之前已经讲了一个 非常长的人际关系的 这个视频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利用阴阳八卦 处理人际关系 你想啊 这世间万物 所有的事情 都离不开人际关系 你的人际关系搞定了 那你的人生 就没有你搞不定的事情 那我们就直播时间啦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